歷代至上 阿倫子孫的班次記在下面, 阿倫的兒子是拿達、阿比戶、以利亞薩、以他馬。 拿達、阿比戶死在他們父親之先,沒有留下兒子。 故此,以利亞薩、以他馬共祭司的跡墳。 以利亞薩的子孫薩獨和以他馬的子孫阿希米勒, 同著大衛將他們的族弟兄分成班次。 以利亞薩子孫中為首的,比以他馬子孫中為首的更多。 分班如下,以利亞薩的子孫中有十六個族長, 以他馬的子孫中有八個族長,都制簽分立,彼此一樣, 在聖所和神面前作首領的有以利亞薩的子孫。 也有以他馬的子孫,作書記的利美人拿坦葉的兒子是馬雅, 在皇和首領與祭司薩都、阿比亞他的兒子阿希米勒, 並祭司利美人的族長面前,記錄他們的名字, 在以利亞薩的子孫中取一族,在以他馬的子孫中取一族。 祭簽的時候,第一祭出來的是耶賀雅立, 第二是耶大雅,第三是哈林,第四是梭林, 第五是馬基雅,第六是米雅文,第七是哈哥斯, 第八是亞比亞,第九是耶書雅,第十是斯嘉尼, 第十一是以利亞實,第十二是雅金, 第十三是胡巴,第十四是耶士比亞, 第十五是碧加,第十六是陰墨, 第十七是西式,第十八是哈癖式, 第十九是皮他希雅, 第十二是以西傑,第十一是雅金, 第十二是加末,第十三是帝萊雅, 第十四是馬西亞。 這就是他們的班次,要照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直他們祖宗亞倫所吩咐的條例, 進入耶和華的殿辦理事務。 尼未其餘的子孫如夏, 暗蘭的子孫裡有舒巴葉, 舒巴葉的子孫裡有耶希底亞, 尼哈比亞的子孫裡有長子伊士雅, 伊士哈的子孫裡有士羅摩, 士羅摩的子孫裡有雅哈, 希伯倫的子孫裡有長子耶利亞, 次子亞馬利亞,三子雅哈式, 四子耶加麵, 烏蝕的子孫裡有米加, 米加的子孫裡有沙蜜, 米加的兄弟是伊士雅, 伊士雅的子孫裡有薩加利亞, 米拉利的兒子是末尼, 武士,雅西雅, 雅西雅的兒子有彼羅, 米拉利的子孫裡有雅西雅的兒子彼羅, 索恆,薩克,伊比利, 與兄弟沒有分別。